话语实际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今天是7月24日 星期三 感谢神 他的话语给予我们无限的力量和智慧 欢迎大家一起来阅读和聆听 来自克雷斯 牧师的美智灵修 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信息题为 神对耶稣的见证 看啊 诸天向他开了 看啊 从天上有个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至十七节 上面的经文是许多人读过的经文之一 让他们对耶稣的神性感到困惑 他们声称 其实神见证耶稣是他的儿子 他怎么能与神同等呢? 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儿子这个词的表达 这一点我已经解释过好多次了 但还是值得重复 神的儿子是指肉身的神 首先要明白这一点 在天上没有三个分别的存在 父神 神的儿子和圣灵 没有 只有一个 他的名字就是耶稣 父在耶稣里面 圣灵在耶稣里面 圣经说 在他 耶稣基督里面住着神性的丰满 因为神性的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 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 哥罗西说 二章 九节 只有一位神 他的名字就是耶稣基督 他的话语是化身 这使他成为神的化身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和一章十四节 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 将他描述为 看不见神的确切形象 是不可见的神的可见代表 阅读 扩大经典版圣经旨义的第十六至十九节 经上说 因为万有 无论是天上的 地上的 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 或是有宝座的 统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都是靠他造的 万物都是通过他 通过他的服务 甘于 在他里面 为了他 而创造 和存在的 他在万有之先 就存在 万有 也都在他里面 邻居 结合在一起 因为他 富 乐意地让一切 神性的丰满 神性的完美 能力 和俗性的总和 永远住在他里面 他的名 是应当 称颂的 还有 读 体夺书 二章 十一至十三节 看到耶稣基督 被称为 伟大的神 等候那有福的盼望 并等候 伟大的神 而我们拯救着 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耶稣是伟大的神 是我们所盼望 荣耀显现的那位 Hallelujah 你必须相信 并接受 神对耶稣基督的见证 为什么 这很重要 因为 如果你不知道 耶稣是谁 你就不能 赐奉他 你就不能为他 而活 而且 今天 没有人会因为罪 而下地狱 或被定罪 因为 耶稣已经为地球上的每一个男人 女人 男孩 和女孩的罪 被定罪了 他为罪付出了全部的代价 因此 人们下地狱 他主要原因是因为不相信 不接受 神对耶稣的见证 他是谁 他来 做的什么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亲爱的父啊 感谢你 将耶稣基督 启示出来 神性的一切丰盛的 有形的 住在他里面 我相信 并承认 他是唯一的真神 和永恒的生命 他是 所有的荣耀 威严 统治 和赞美 直到永远 阿门 可以参考经文 约翰福音 一章 一至三节 约翰福音 一章 十四节 哥罗西书 一章 十五至二十节 提督书 二章 十一至十三节 一年读经计划 使徒行传 二十八章 十七至三十一节 诗篇 三十至三十一章 二年读经计划 以佛首书 二章 一指十节 以赛亚书 四十四章 哈利路亚赞美主 这本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 八千一百二十三种 语言译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 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tnimsia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 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 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